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在read director 问了这么多问题当中 他有任何一个问题 或者有多个问题 说我不理解 我要重新你解释 我要弄清楚你说什么 没有 非常顺 对就是你能看出来 非常顺 就是有可能有一种默契 毕竟见面六次了嘛 对吧 而且据我们的这个 Sabrina 出传不止六次 他说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七次加上昨天八次 对对 所以说就有可能 是他们准备的准备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在这个比较之下 可以凸显的 因为在Sabrina下半场 就都是I don't know I don't remember 而且很多人 他都不理解 他说的什么意思 还要重新再解释 对上半场是 情绪很激动 就是很针对我们 Sabrina的这种表现 下半场呢 他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 我不知道就是这样 然后回到这个 read course就非常顺 很快 因为没几分钟就结束了 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 你看十分钟 十分钟我刚才所有说的 就结束了 然后到一点十分 就是Sabrina又上来了 就问了第一个问题 就what's better what's better 然后还objection了 但是没有用 overrule了 所以让他回答 然后他说 我了解是这个 social media 那Sabrina就问他 那是不是一个 现在还在营运的 social media platform呢 是active 就他突出了这个 social media platform 是active 然后就说到 g fashion ok 然后就说 g fashion 你知道吗 你网站 这个时候又被objection了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objection 就不让他回答问题 然后他就接着说 他说 everything is fraud ok 他就说 Sabrina就说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你认为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东西 都是都是fraud 然后他马上就说 我没有这么说过 我从来没有说过 everything is fraud ok 然后他就这么 来反驳 这一个Sabrina 然后Sabrina 这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Sprina 会这么问 他说 文贵先生是不是英文很差 然后这个时候他说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和文贵先生交谈过 他说是的 我从来没有跟文贵先生交谈过 这个是他确定的 然后 然后他说 你刚才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难计算的 这个洗碧配额的这个公式 是故意的 让他这个 就是因为没有人就可以计算出来 然后这个问题也被objection了 这个没有回答 也断了 也就在这里切断了 就不让他回答 然后就问到他 在农场是不是有一个叫合璧的这么一个委员会 就是audit committee 他就问他有没有audit committee at the farm 他说是的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小组的成员 no 他回答是no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就问他乳水是不是也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乳水是不是在这个audit committee上 他是问了农场还是联盟 他是问 他是说是在at farm 我这里写的是at farm 他写的是是不是有个合璧的这个委员会 小组 他说他确认了是事 但是你知不知道是谁的时候 乳水是不是在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的volunteer work就是为了要去自己verify 你有没有把这个东西有没有算错 他说不是 我去 这不是 incorrect 我去volunteer的这个目的不是说我自己verify 我自己有没有计算错误 计算这个洗臂的这个配合 他说你是不是就是这个证人 你是不是这个这个就是他说叫verification process 就是验证的这个过程 因为他之前 因为之前就问他你不在这个audit 他说他只做了一个verify的一个事情 他在volunteer的时候只做了这个验证的这个过程 然后那个Sabrina就接着问你 那你是不是这个验证过程的一部分的这个人 然后乳水是不是也在这个验证的过程里 菲菲是不是也在这个验证的过程里 Little Sarah也是不是在 I don't remember 所有都I don't remember OK 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 这个是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 这个很复杂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这么设计的 OK 然后就问他你有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就是你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个计算太复杂 我在农场 在这个你中围的人 然后他也没有回答 然后就说你有没有 他又回又问了一遍 你有没有跟这个 就是你今天在Jerry这里跟他说这个很复杂 但是你有没有之前在农场express这个复杂性 这个时候又被objection 又被over又被sustained 就不让他回答 然后最后呢 这个时候就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呢 然后就又回到了这个他的一封email 就是他刚才要求退款的这个email 就是G Club 对 他说你写这封邮件 是不是你因为想把钱拿回来 是 你认为你这样写邮件 是你把钱拿回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 the best shot to get the dollar back 他说是 那你 他说你这么写这个字 这个话 你认为是可以把你的钱拿回来 是不是 这个时候就objection 因为他repeat 就说这个问题问光好怎么样 他说在哪里 这个邮件你自己写 在哪里你说 你提到过这个G Club是free的 哪里都没有 因为这个邮件里没有讲过这个G Club是free的嘛 然后他就问 文贵先生是在3月15号2023年被抓的 是不是 是 你是不是在这个邮件 因为是5月14号 那肯定是他之后嘛 他就说你是不是在这之后才发的这个邮件 是 好 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他刚才准备的 他自己计算的那个总和的那个 那个洗币的就是总投资额又拿出来了 他说你是不是没有和这个检察官Finkle 去谈论过这个总表 他因为之前说他没有跟那个Finkle谈论过 因为他自己准备的 然后你这个表你第一个发给谁了 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表 你第一次发给谁 他说我不记得了 OK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想要建一个这样的表 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去建一个这样的表 是 是5月23号 5月2023年 OK 是第一次建这个表 然后他说 是 这个表时间是在5月15号之后是吗 是的 OK 那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你这个东西是个欺诈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是说是个欺诈吗 你什么时候是意识到的 是不是在5月3月15号之后 然后他就说 是我在读了indicament之后 他说yes 是你在读了这个3月15号之后 他说yes 他就confirm了 他是在3月15号的2023年以后 他才认为这是个fraud OK 他才准备了他所有的这些这个表格什么的 然后这个时候又被object了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那个说他要求他来去就回答一个legal conclusion 要这个证人去回答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结论 所以就不被允许 所以说就sustained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结束了 然后那个Sabrina就说啊我没有问题了 就结束了 对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是因为读了indicament 因为Sabrina问了 还有句话 就Sabrina说你知道吗 indicament并不是说就是真正的犯罪 而只是说政府起诉一个人的文件 对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就是Sabrina想要达到的效果 就是你真正怀疑或者说你想要退款 你是因为政府做了这个举动以后 对 才去认为这是一个fraud 因为他之前都没有 他甚至在9月份2020年还在捐款 对 对吧 但事实上就是到今天为止 郭先生也没被正式定罪 对 对吧 但是就是他认为 就是他的观念变了 就从那以后这个等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啪 他就觉得这是个假变 对 就像前面碰到的很多的一些合作商一样的 对 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呢 对啊 就是因为你收了spina 对 你看到了315被抓 包括那个mercantile bank 对吧 包括Bitgo 对吧 Bitgo之前的第一次的review是没有问题的合规的 洗联储 第二次review拖了6个月 是在政府的这个3月15号的这个drop 也出了这么一个 在5月份出了这么一个报告说 这个不合规要终止合同 对吧 对 都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在那个prince bank那个人也是 就是因为读了网上的一些负面的消息 关于文贵先生的负面消息之后 他们才决定要关闭所有的银行账户 而且关闭三个公司的银行账户 所以这都是跟这个政府的 不管是supina也好 还是政府的indictment 就被抓的这件事情也好 是很大的 对周围的这些人是很大的影响的 包括这个曾经的这个投资人 对 对周围的这些人是很大的影响的 对周围的这些人是很大的影响 对周围的这些人是很大的影响的